我已是35岁高龄却还没有孩子 那时的我痛苦不堪 为了求职 我去过很多家大大小小的医院 反复地看医生 做检查 吃药 每个医生检查总会有问题 用药一段时间后再复查 或者再换一家医院 还是一样的程序和一样的检查 还做过多次连续几个月的排卵监测 听候医生的布置 一直处于紧张心态中 每个月快到经济时 紧张到快要崩溃 但还是每次都归于失望 2010年10月 我有缘接触到心灵法门 并开始念经做功课 刚开始念经时求止急切 我给自己定很大量的功课 每天大悲咒四十九遍 礼佛大唱会文七遍 并许愿终生吃全素 2011年2月 我在家里设了火台 每天有空就在火台前念经 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 中午也不再午休 晚上也是几时间念经 一天差不多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念经 随着听台长节目 看台长博客 慢慢心态平和了一些 不那么紧张和急切 脾气也不那么急躁了 也能放下一些不好的情绪了 每天所想所做 全是念经修行 内心祥和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可能男友孩子 我那时想 即使我求不来孩子 我也不会放弃修行心灵法门 我一定会努力弘扬这么好的法门 每次看到同修们病遇的反馈 特别是求止成功的例子 我更坚定信心 相信台长 相信菩萨 台长在节目里经常说 别人都好了 不可能到你这里不灵 我坚信 只要我精进修行 菩萨会慈悲我 我会有孩子的 我按照台长的开始 念经 放生 许愿 许愿培养孩子 从小拜佛念经 学习佛法 带着孩子一起 跟随台长 修行心灵法门 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许愿怀孕之后 现身说法 告诉所有熟悉我的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奴台长 让更多的人相信菩萨 引导有缘人念经修行 2012年香港法会期间 4月29日 拜师区 虽然我看不见菩萨 但我相信整个会场 有很多的菩萨和护法 我在拜师等待时间 许愿念经 求观世音菩萨持悲 送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 发会回来后 我梦到台长的弟子 再发放台长看图腾的结果 发给我时 一年是我下个月怀孕 结果到了六月份 我真的就怀孕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我根本没有去看医生 没有去医院治疗 检查 没有用药 只是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 放生 这样的情况下 我竟然怀孕了 我当时激动万分 真的不敢相信 我竟然跟观世音菩萨妈妈求到了 万分感恩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 感恩所有帮助我 关心我的同修师兄们 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 妈妈原来想要个宝宝 一直没有 妈妈很痛苦 使师父教我怎么样念经拜佛求菩萨 使菩萨把宝宝送到了妈妈这里 我们要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有时候我夸他 他会说 你要感恩菩萨送给你这么好的宝宝 今天我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分享 感恩菩萨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现在孩子四岁了 会被心经和一些小咒 有时会跟着我拜佛 支持我念经放生弘法 希望我的孩子 希望我和孩子的分享 能带给那些不相信的人一些希望 希望和我一样求知心切的人 能够听到我的分享 开始 相信菩萨 念经修行 圆满所求 我相信 只要我们诚心去做 观心菩萨 一定会有求必应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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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